我最喜欢坐阿公的摩托车上学 但是一个星期只有三天可以这样 因为他周二固定要去做环保 周三要在路口当导呼爸爸 童童 上课要专心了 阿公 拜拜 拜拜 很久以前 有小朋友因为车祸往生了 所以阿公决定要当保护爸爸保护大家 来 阿公 赶快 有一次 我们家门口出现车祸 他也是马上去帮忙指挥 我觉得这样的阿公很厉害 厉害的阿公 除了做好事跑第一 做环保也是一做十三年不间断 从我三四岁 看到他在踩宝特瓶 到现在我十岁了 阿公做环保也进化成拆普具 阿公说回收整理后的普具 可以帮助行动不方便的人 从我们基隆出发的普具 甚至能帮助远到台北和花莲的病患与老人 阿公在外面跑 阿嬷就当阿公的后盾 在家车衣服时 就帮着阿公顾门口的环保点 这是邀请他们进入 慈祭的师姑往生后 阿公阿嬷接起来的新任务 来 阿公是暖暖唯一会开车的志工 所以有辅具要收或送 他就要出洞 但就算是轻便型的床 也有七八十公斤 七十三岁的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阿公帮府具的路有的很窄 有的很难走 尤其他们都是老人 但阿公却觉得不辛苦 不可能的任务完成 赞 赞 赞 谢谢阿公 阿公 阿公 哇 下这么大的鱼啊 阿嬷 我们回来了 我叫宋星童 向大家介绍我暖暖的阿公 阿嬷 宋金龙 赖美鱼 我觉得他们帮助人的样子 非常温暖 哇 童童真厉害呢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